为了扩大幼儿教保公共化 华联县立北昌国小副社幼儿园 行建原社 21号上午 华联县议会教育小组 特地来到北昌国小 进行工程的考察行程 占地300坪的地基 行建第下一层 地上三层的建筑 预估113年5月完工后 可以招收152位的幼儿 收拓与照顾 北昌妇幼原建筑物已老旧 而北昌村是华联县吉安乡最大的村 人口数及婴幼儿学童众多 北昌国小为满儿的学校 许多家长也希望能够让兄弟姐妹 就近的就读北昌妇幼 21号上午 华联县议会教育小组 特地来到即将完工的基地 进行业务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北昌国小幼儿园 在整个施作进度是符合工期的 而且我们也期盼 它能够在明年5月 如期的完工 那今天也会同了我们第二召集人 我们郑乾隆议员 还有我们韩丽梅议员 跟周敬县议员 一同来做相关的关心 那也看到厂商跟校长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也期盼 未来这边的需求 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源 来做相关的协助 那也希望会督促教育处 未来在整个环境的动线 跟教育资源的投入里面 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 更多更满足的一些教学资源 北昌国小幼儿园 新建工程总核定经费 新台币一亿1600万元 预计将招收3至5岁混零班 共5个班级 152位幼童 为乡亲提供完备的收托服务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